这个赛季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去玩夏洛特的 因为这个赛季对高路出场率最高的就是关羽铝布袁哥 正好呢夏洛特都克制这些英雄 线上非常好打 只要你懂夏洛特 你就能让他们在塔下坐牢 这里我们戳和戒续被动 关羽在新线戳搭起娃娃展 一技能 就这么一套下来 他的血量就已经到我的斩杀线了 他想回家 在他快回去的时候打断他 下波线马上到了 他回去塔就得掉很多血 我就把线带进去 看你怎么办 哎呀 开我 大招击飞断马腿 闪现出塔 奇迹光芒展 一技能 戳 换掉了 虽然这波一换一 但是关羽还要损失一波兵线 所以他是亏的 这波关羽还是会玩的 残血的时候临危不乱 他不开我 兵线进塔 我也会强杀他的 对于关羽 我是一直都有限权的 像夏洛特有限权 不一定要去上路支援 因为太远了 支援完可能会掉夏洛塔 所以咱们就可以直接进塔蓝区偷小眼 不要小看这一个小眼 一个小眼80块 对面打也少拿80 我都拿80 就能拉开160的金星叉 一个人头不过也才200块 关羽来了 一技能收掉也怪 戳关羽 奇迹光芒展 再戳 哎 压他一波血线 玩着就和别人打起来了 中路线没人亲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来补线 如果我不补线 那么中塔就会被对面推掉 清光线准备回下 远方清线一技能消耗 关羽来了戳他 续被动 一技能续被动 奇迹光芒展 没被动了 先戳走 大招刷二戳走 回头一技能 戳 奇迹光芒展 抬走关羽 可以看到这关羽操作是非常熟练的 关羽至少有省级水平了 但是很可惜 你今天碰到的是国父下落他 注意小地图 此时蓝正在处理下路兵线 来这个扫尊他 进来了 他从这锅必死 一技能起手 戳 大招击飞 奇迹光芒展 一套技能直接抬走 多看小地图 总能收获意外的惊喜 虽然关羽在对抗路被有压制 所以下路逼线对对面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压力 一直都要有人去骑 这里来的是刘善 戳奇迹光芒展 大招击飞 奇迹光芒展 西线地奥被动 你的下落特才能无往不利 一方真机残起的躺下 招军说他没闪 不好意思 那你没了 二层大招直接抬走 打也没时间开的龙 咱们帮他开 最后一个一技能 再叠一层被动 打来了 戳奇迹光芒展 大招击飞 戳A1奇迹光芒展 再戳直接拿下 针地来了 侧手躲空 一技能跟上A圆方 A戳大招 奇迹光芒展 戳A1奇迹光芒展 拿下流扇 这就是下落特 很难让人不爱 很多人说下落特没有操作 我真是笑了 来看好 就这么点险 一技能虚被动 拉扯一下 戳流扇 奇迹光芒展 一技能戳 奇迹光芒展 圆胖大残 二场大招收架 看到蓝 你以为我想跑 该跑的是他 一技能 戳奇迹光芒展 拿下 这就是国防下落特 这就是下落特的魅力 你当扛把子是吧 不好意思 这扛把子我是当定了 希望一技能叠被动 进被控了 咱们跟上 戳流扇 先杀真机 一技能 戳 交产的尽量流扇 戳奇迹光芒展 一技能 戳 戳戳 奇迹光芒展 一技能 大招击飞 奇迹光芒展 抬走流扇 从白草原追到三倍输 你要问我下落 是怎么把伤害打到最大 的话 那我会告诉你 叠五层被动 一技能 五层被动 现在 闪现 奇迹光芒展 戳 大招霸体 奇迹光芒展 再戳给我 西内 一技能 戳 奇迹光芒展减伤 戳走 蓝还没进场 这波不能再打了 今天再也不散 咱来了 大招击飞 奇迹光芒展 戳 一 戳 西内 果然还是我猛 这波我方状态都不好 本来是打算走的 但是他们被留了 只能接团了 一技能起手 戳 大招击飞 奇迹光芒展 戳 一 戳 奇迹光芒展 这波对面反而裂开了 没有悬念 对面少两个人 我们有大旋风 一波我直接拿下 新赛季32星的排队赛 不算低端局吧 拿捏 我是可乐 关注我 教你玩下温特